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做梦都能笑醒 这天 白庆喜在外面刚和人谈成了一笔生意 在回家的路上 她的目光被街对面的一幕场景吸引住了 只见街对面有一张长桌 桌子上面摆放着很多字画 而卖字画的人她也认识 这人姓刘 是一位秀才 这刘秀才的父母几年前在一场瘟疫中双双病逝 家里只留下了她一人 原本就不富裕家庭 自打她父母病逝之后 日子变得更加困难 平日里刘秀才靠着在街头卖字画为生 由于她没有什么名气 所以买她字画的人也不是很多 经常是三五天都卖不出一幅字画 平时每次路过刘秀才的摊位时 白庆喜都是匆匆过去 今天让白庆喜停止脚步的原因是 刘秀才摊位前的两名少女 这两位少女对于白庆喜来说 无比熟悉 一个是她的宝贝女儿白菜蝶 另一个则是女儿的贴身丫鬟 白庆喜知道 自己的这位宝贝女儿 自幼就喜欢水墨丹青 平时在家也都是在房内练习书法或者画画 在她看来 女儿之所以出现在留秀菜的摊前 那肯定是她觉得留秀菜的字画不错 想买几张 白庆喜本来打算要过去帮女儿挑选几张字画 可刚走出去两步 竟又退了回来 因为她突然发现 自己的女儿好像不是在买字画 只见白彩蝶将手中的一幅画展开摆在留秀菜的面前 留秀菜俯下身子 仔仔细细地观看画卷上面的画 手指还在画卷之上比划着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白彩蝶则在一旁认真地听着 有时也会说些什么 有时则是连连点头 白庆喜看了一会终于明白了 自己的女儿是在请教留秀菜 让她指点自己的字画呢 最让白庆喜感到吃惊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自己女儿和留秀菜两人竟然都脸红了 眉目之间竟有一种暧昧之情 白庆喜看了一会儿 随之叹了一口气便回家去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白庆喜发现自己的女儿经常去找留秀菜指点书画 有时会是带着丫鬟一起 有时则是独自一人前往 而她和留秀菜之间的感情 好像也是越来越浓烈了 白庆喜知道 自己的女儿和留秀菜之间 已经产生了爱慕之情 这让她感到很恼火 毕竟白王两家已经定了亲 现在自己女儿经常去找留秀菜 而且两人总是眉来眼去的 这时要是让王家知道了 那这门婚事肯定就完了 白庆喜想了好久 最后决定找个机会 好好和女儿谈谈 让她放弃留秀菜 安心地嫁给王思文 白庆喜对自己的这个女儿 一向是疼爱有加 虽然她已经打算要找女儿去谈 可是这一时之间 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这天 白庆喜为了女儿的事心中烦闷 于是就想着去自己 经常光顾的茶楼喝茶 她走进茶楼 就见殿小二上前 说道 白老爷最近吉祥 民平十座的地方 现在正好空着呢 好的 还是老样子 说完 便走上了二楼 然后在一张靠着窗户的桌子旁 坐了下来 白庆喜看向窗外 正好可以看见留秀菜的画摊 她一边看着留秀菜 一边喝着茶 心里却想着该如何和女儿开口 突然 她听到窗外传来一阵讨价还价的声音 白庆喜看向窗外 只见王思文正在留秀菜的摊位前买画 这画也太贵了 又不是什么名家作品 怎么可能值一两银子呀 王家少爷拿着一幅画 一边看着 一边说着 留秀菜面露男色说道 这位少爷 一两银子真的已经很低了 我也就是挣个辛苦钱 最后王思文和留秀菜两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王思文用六十文的价钱买走了留秀菜的一幅画 只见王思文掏出六十文钱丢到了桌子上 留秀菜则将一幅画交给了她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却惊呆了白庆喜 只见王思文在留秀菜转身的一瞬间 将桌子上的另外一幅字画偷偷地放进了绣筒之中 然后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 白庆喜怎么也没有想到 王家的少爷竟然会偷东西 他不由地在心里责怪起王思文 王思文啊王思文 你们家家大业大 而你还是未来的王家家主 怎么可以做这种偷窃之事 而且你偷的还是穷困潦倒之人 赖以生存的字画 真的是不应该啊 白庆喜放下茶杯起身就要去追王思文 他决定去劝劝王思文 让他将那幅偷来的话还给刘秀菜 并保证以后不再做这种偷鸡摸狗之事 白庆喜一路跟着王思文 来到了王家开的酒楼 他见王思文直接进了后厨 他也急忙跟了上去 来到后厨门口的时候 他忽然犹豫了起来 虽然王思文是自己未来的女婿 不算是什么外人 我要是现在进去直言相劝 让他以后不要再偷东西 这岂不是等于接了他的短吗 他要是怀恨在心 那以后吃亏的一定是自己的女儿 不行 这事还得从场记忆 就在这时突然从后厨传来了一阵说话声 就听见王思文说道 这个肉怎么了 为什么要丢了呀 里面的一个伙计答道 少爷 现在天气炎热这肉有味了 所以才丢了的 难道有味了就不能用了吗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浪费呀 这些肉难道就不是用钱买的了吗 王思文此时说话的语气明显有些生气 伙计低声问道 这肉已经坏了 不丢掉还能干什么呀 当然是继续做菜用呀 那名伙计听完王思文的话后 说道 这有味的肉要释放到菜里 客人一吃 岂不就吃出来了 到时候只怕会很麻烦呀 王家少爷听后 说道 你们这群笨蛋 这有味的肉 可以用在那些川菜里面 那些菜口味众客人 不会吃出来的 白静喜现在是听明白了 正是有人将坏肉丢了 但是却让王思文看到了 没想到他竟然让伙计 将坏肉继续做菜 给外面的那些食客食用 这时又传来了王思文的声音 你们给我听好了 从今以后 像今天这样的肉 就放到那些川菜里面 记得多放点辣椒 可以适当地再多放些肉 这样不管客人吃不出来有味 还会觉得今天的肉比较多 心里也高兴 知道了吗 要是让我知道谁在浪费肉 小心我扣他工钱 王思文的话音刚落 就听见有伙计应声道 还是少爷你的办法多 我们以后就按你说的办 后厨里面传出来的一番对话 让站在外面的白静喜 一字不落地全听见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这位准女婿 竟然会让伙计们用坏了的肉 继续做菜 这简直就是昧着良心在挣钱呀 通话可能只是一时兴起 占了刘秀才一个人的便宜 可是这一次充好 用坏了的东西做给客人吃 全然不顾客人的身体健康 这就是人品的问题了 白静喜知道王思文的问题 已经深入骨髓了 根本不可能凭借自己的三言两语 就能让他脱胎换骨 改变想法 想到这儿 他便转身离开了酒楼 回到了家中 直从那天开始 一连好几天 白静喜每天都是眉头紧锁 心里一直想着女儿的婚事 王思文这个人 人品有很大的问题 自己的女儿将来要是 真的嫁给这样的人 那岂不是等于自己亲手毁掉了 女儿的幸福了吗 白静喜思来想去好多天 最终决定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将这门婚事退掉 自己说什么也不能要这样的人 做自己的女婿 这天 白静喜将王家少爷约到了茶楼 白静喜说道 贤侄 伯父今天请你来 是有一件事想求你答应 伯父 你怎么说就太见外了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只要贤侄可以办到的 我一定答应 王思文说完 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白静喜养牙说道 我想取消你和彩蝶的婚约 白静喜本以为 王思文听到这话后会勃然大弄 甚至还会大吵大闹一番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听后竟然直接答应了下来 退了王家这门亲事后 白静喜暗中调查了一番 刘秀才的人品 他不想再发生以前那样的事了 经过几天的调查 白静喜发现 刘秀才的人品真的是没得说 别看他穷困潦倒 但是他经常把卖花得来的钱财 拿出来接近那些比他还困难的街坊四林 谁家要是遇见难事 他也是能帮多少帮多少 街坊四林对他都是赞不绝口 白静喜知道刘秀才的情况之后 心想虽然刘秀才家里比较穷困 但是无所谓 反正自己也不差钱 自己看中的还是刘秀才的品行 而且他和自己女儿兴趣爱好又相同 两人还相互喜欢对方 综合考虑看来 刘秀才倒是自己女婿的最佳人选 过了几日 白静喜去找刘秀才 问他如果他真的想娶自己的女儿 就赶紧找个媒人上门提亲 刘秀才第二天便找了媒婆上门提亲 白静喜一分聘礼也没有要 就让彩蝶和刘秀才定了亲 半年后 刘秀才和白彩蝶拜了天地 正是成为了夫妻 成亲的那天 白静喜担心王家会来找麻烦 所以他就没有通知王家过来喝喜酒 让他没想到的是 王家少爷竟然不请自来 白静喜看见王家少爷来喝喜酒 他也不好意思将人拧出去 就在他担心王思文是来大闹婚宴的时候 就见刘秀才和白彩蝶二人 端着酒来到了王思文的面前 深深地鞠了一躬 刘秀才端着酒 一脸认真的说道 感谢王兄的成全 没有你的帮忙 就不会有我和彩蝶的今日 请受我一拜 说着又要鞠躬行礼 王家公子一把将刘秀才扶住 说道 刘兄严重了 你们二人情深意重 是我横插一脚 差点棒打阴阳 不过现在好了 看见你们二人可以走到一起 我真心替你们高兴 周围的宾客顿时一片哗然 白静喜也是听得云里雾里的 他连忙将刘秀才拉到一旁问道 艾婿 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我怎么听不懂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的呀 刘秀才答道 岳父大人 这件事说来话长 如果不是王家少爷的帮忙 我和彩蝶也不可能会有今天 其实原来 百家和王家定亲后没多久 王思文就发现了刘秀才和彩蝶两人的事了 他知道刘秀才和彩蝶两人很早之前 就已经相互看中了对方 彩蝶早已经喜欢上了别人 王思文伤心之余 他决定与其三人同哭 不如成全刘秀才和彩蝶 他知道如果自己突然去找白家退亲 白庆喜一定不会同意的 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 让白庆喜自己主动退婚的主意 他知道白庆喜闲暇时 经常会去一家茶楼喝茶 而且是喜欢坐到窗边的位置 刘秀才的摊位 正好就在这家茶楼的对面 于是他就找到刘秀才两人演了一出信 在白庆喜的眼皮子下 偷了刘秀才的一幅画 随后白庆喜跟到了王家酒楼后 王家少爷又和自己家的伙计 演了一出无良商家 教唆店员使用坏肉给顾客食用的戏 他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白庆喜看不上他 主动找他退亲 白庆喜知道事情的真相以后 不禁喃喃自语道 这王家少爷真是个人物呀 为了成全别人 竟然愿意如此地贬低自己 自毁名誉 这是何等的兄弟呀 从此之后 白庆喜和王斯文成为了望年交 两人的感情就如同父子一般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